ietic泰 若稜 各位观众 大家好 今天我和各位讲如何增加修养 我们一个人 要增加修养是要从给来做起 从事来做起 从自我要求做起 怎么样来增加修养呢 第一要给眼 给性 给性 就是我们的语言 人如果不给 不敬户 说话就没有艺术 不容易得到好的效果 不给性 就是性格上吸气很重 你不慢慢地努力给性格 恶性不出 心力你不给 性能力所谓 坦诚 愚痴 邪经 基督 傲慢 你不给 就不能有修养 没有敬户 所以不断地给 才能不断地敬户 所以要给眼 给性 给性 第二要受教 受气 受苦 有的人好像人 像学生多数 有的容易敬户 为什么 他就是接受 有的人没有敬户 就一直在排挙 所以我们 做人啊 学习啊 要能受教 受 这个 什么 教 化呀 都能 好像 把它吸收到我的心中 不但受教 受气 我们知道 一个人呢 光是接受人家的赞美 这个是 不能增加自己的力量啊 要能接受人家的 加持于我们的伤害 我们接受 很多的 受气 才会有进步 受苦 比苦 达不到 这个也会进步的 第三呢 要感受 感党 感受 我们 有些人 不敢说 你不说 你不讲清楚 不说明白 人家不了解呀 或者 不敢担当 不敢担当 就不能负责 或者 不敢做 如果是 善事 好事 为什么 不敢做呢 第四呢 要思想 思考 思虑 所以 无论 什么事情呢 你必须 读思想 诱思想 诱思想 前思想 后思想 要想清楚 思想 这个是智慧啊 要思考 凡是事情呢 要经过多多的 这个考虑 多多的 死虑 这个能够 进行做的话呀 一定就 事不公备了 所以 今天 将来如何增加 自己的修养呢 第一 要 该隐 该信 该醒 第二 要受 教 受气 受苦 第三 要感受 感党 感取 这是 要思想 思考 思虑 答案 请不吝 拍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